我們看歷史 他說我一條均勻 質量均勻豐富的彈簧把它吊起來 那麼他問 懸掛彈簧前半段的伸長量 跟後半段伸長的比應該多少 這時候怎麼做 我們先算前半段的 假設 這個彈力長度都是K 這個彈力長度都是K 因為他一半 那兩條彈簧是一樣的 他彈力長度K 他彈力長度是K 這個假設叫做T1 這個假設叫T2 我們就用那個公式 ΔX1等於多少 就等於那個2K T1等於 假設這兩個質量都是M T1他附載是整個彈簧的重量 這等於2K T1等於Mz M的就是兩倍的m 2Mz T2等於2K 它就一半就Mz 所以是2KHz3Mz 也是等於2kR分之 這裡的張力等於0 就是T2加0 T2負載是Mz 這是可以比的 這是x2 所以ΔS1比上ΔS2 就等於3比1